长年穿梭在宾威海岸 见证两岸发展的顿轮 是槟城州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交通标志 随着四艘新型大容量的现代顿轮 完成下海航行测试工作之后 即日起正式启航 而且顿轮服务免费一个月 不少的民众和骑士摸黑出门 赶搭第一趟的航班 反应非常热烈 每趟航班的行程只需要10分钟 舒适又快捷 天还没亮 北海和槟城杜伦码头已经一片闹哄哄 根据杜伦的航行时间表 从北海码头开往槟岛码头的第一趟航班 是在清晨6点30分发船 为了感受新杜伦的魅力 一到清早两岸码头就挤满了人潮和摩托骑士 清零现场监督起航行程的 滨州看守首席部长曹关友 抵达北海码头后 用大马卡打开电子闸门 进入后船处和乘客握手问号 接着启程出发到滨岛码头 全程欢快轻松 而且一趟航程只需10分钟 为出行者省下不少时间 对于上班族而言 水路会比陆路来的安全 尤其拥堵的路况 往往会消耗很多光阴 随着新渡轮投入服务 当地民众总算松了一口气 所以我们等于一年来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边 我返回酒 而在巴dern市场 而在沙特的路程中 很远色 所以我们可以带到沙特的路程中 平常是有风险的路程中 更好,加上消失的路程中 如果在沙特的路程中 可能会避免太大 可以保抗的路程中 新杜伦全面运作 不仅槟城人竖起大拇指 就连游客也赞叹连连 更忍不住分享 乘坐历代槟州杜伦的故事 我已经在槟城舟 从很久以前 在槟城的50年 这就是槟城 从槟城到槟城 来赶紧真正的公司 然后来到次世代 我一直在这些航行 今天这就是新航行 我并不想失望 我从槟城到槟城 来到第一次航行 根据通报 这四艘新航轮分别取名为 直落八向号 直落甘比号 直落杜荣号 以及直落公巴号 航轮每次可以搭载 150名乘客和50辆摩托 每天68趟往返两岸航行 高峰期每20分钟一趟 非高峰期则是30分钟 曹官有说 滨岛达尔敦乌达码头 以及北海苏丹阿都马林码头设施 已经提升 备有冷气候车室 闭路电视和仗友电梯设备 让等待渡轮的乘客感到舒适 接下来乘客可以免费搭乘新度轮 为期一个月 目前 将有10万名单程的乘客 使用新度轮服务 全年可以达到120万人次 为了推动滨岛微省均衡发展 曹官有希望开拓更多的水上交通服务 包括在皇后湾 私立槟榔城镇 丹荣道光 丹荣乌雅等建设码头 马先生电视采访报道